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不但蝉联永续城市特优奖 还在社会力的项目中 拿下了六都第一的特别杰出奖 第五届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结果出炉 台北市不但连续四年蝉联永续城市特优奖 今年更在社会力以亮眼表现 拿下六都第一的特别杰出奖 亲自出席领奖的台北市长脚弯 除了感谢台北市民的支持 与市府团队的努力外 更表示他以八个字作为施政愿景 其中永续就是放在第一位 台北市我们目前的施政愿景 就是八个字 永续共荣希望首都 我们之所以把永续两个字放在最前面 是表示台北市将永续推动 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施政重中之重 也表示我们坚定推动永续发展的决心 另一方面也因为过去这一年多 市府团队以及市民朋友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也在其他许多的评鉴当中得到具体的成果 包括最新一期永续 《简介》杂志对于全国各县市永续竞争力的评比 台北市不只是六都第一 也是全国第一 那在其中我们不管是经济就业 教育文化 还有包括与今天SDG主题扣合的 永续 社会永续 也是拿到六都第一 那另外最新 亚太永续行动奖 台北市我们也获得亚太地区 移居永续城市的最高级别 Outstanding City 这也是亚太地区城市里面最高荣誉 所以非常谢谢我们所有市民跟我们一起打拼 因应极端气候等挑战 蒋婉安也提出四铁良药 作为推动永续的方法 希望打造台北市成为友善移居城市 第一个打造台北市降温城市 第二个绿运城市 第三个韧性城市 第四个近邻生活 所以我们拟定了很多具体的方向 包括我们透过连续的遮延 包括垂直绿化 我们要达到体感降温2度C 这是降温城市 打造绿运城市 我举一个例子 台北市我们有非常绵密的U-bike网络 我们上任之后前30公元免费 到现在已经成功的移转了22% 使用者运聚的习惯 他们从原本开车骑机车 转换到使用U-bike上 相当于7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盘放 另外我们打造任性城市 现在台北市常常碰到短时强降雨 下午不用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强降雨 食雨量都有可能超过100% 所以我们目前全面整体 提升我们的下水到海水系统 所以从现在的降雨容受力 78.8毫米 我们要提升到88.8 所以种种这些我们打造任性城市 最后第四铁良药 也就是静铃生活 我们希望让静铃成为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结合民间的力量 包括我们跟台北市商业会 许多的公司企业合作 在接下来的三年 我们要布建101个静铃示范场域 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 嘉义市长黄敏慧 嘉义县长翁张良 台东县长老静铃 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成元等县市首长 都亲自出席领奖 为了鼓励全台各县市 针对城市在社会经济与环境 三大面向问题提出创新解方 今年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 还新增永续创新价 由高雄市等四个县市获奖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次破案消息 刑事局与新竹市警方 联手破获了史上最大栽种大麻植株案 预估这一批大麻市价高达20亿元 嫌犯厚资千万 打造无城市的厂房 及高端设施生产线 警方已够逮捕具有帮派背景的 雌姓主线等11人盗案 大麻撞在哪里啊 味道那么重 啊 有啊 在专案小组追查下 这间位于新竹的大麻植栽厂房终于曝光 今年5月新竹警方接获现报指称新竹地区有不法集团 利用仓储厂房种植大麻 于是与新市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新竹地监署检查官指挥 结果总共发现两座大麻工厂 并查获大麻植株 五千六百五十九株 大麻种子一千六百六十六颗 及栽种与制毒等设备 市值超过二十亿元 查获的大麻植栽数量也创下国内记录 结果送证之后 我们确实发现在西谷地区 确实有民众在种植大麻 我们现在十几层楼进行搜索 当早查扣大麻种子有四千五百一十九株 大麻种子有千六百六十六颗 大麻高及大麻成品 还有一些照样的灯具跟控宾设施等设备 那它确实是一个高科技来进行运作的一个 这个种植场所 那查透的这些植株 根据计算可以换算成新凯地市价为二十亿 那可以供三百万一个稀释人口来实用 警方调查发现 具有帮派背景的磁性主贤 为了阻断大麻特殊器位 以躲避茶器 还耗资千万打造高科技无城市场房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也到场听取检警气毒成果报告 林明星指出 今年查获的大麻数量比起去年有明显增加 但是查获适用大麻的人数却不增反减 显示有所谓的大麻黑素存在 因此行政院将推动第三期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希望建立更紧密的查记网络 以达到阻断毒品供给 减少毒品危害的目标 现在我们将要推动第三期的新世代 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重点包括科技企图 国际合作 海上茶器 以及边境防范等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措施 能够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茶器网络 让毒范无法得逞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国立台湾戏曲学院艺术盛世 2124湖光山色艺术季秋季公演 将从10月26号起跑 首创国语台语客语同台标系 颠覆了视觉与听觉 带来全新戏曲的艺术体验 我姐啊 你怎么还不开口说话呢 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 这回在湖光山色艺术季以旗舰制作 森林七矮人搬上舞台 首度集结六系青年新秀跨剧种连演 由京剧王后 歌仔系王子 与客家系公主 以及七位小矮人 分别运用国语台语客家化三语标系 并运用AI技术将虚幻魔镜幻化成真 我们国立台湾剧王子的森林七矮人的合作 是一个就是以往 就是在作品上面比较新的方式 因为是集合了包括金剧 客家 还有瓜戏的一个作品 那其实在发展上面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然后在台词的抛街也是相对的挑战 然后我自己非常期待这次的首演演出 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客家人 我是密南人 所以其实密南话我是听得懂的 然后从小在戏曲学院读客家系 也有学习客家化 那国语就是平常我们生活中所用到的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并没有觉得这次就是在演员之间的对话中 会有什么比较听不懂的地方 但相对对其他演员来说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客家化其实在台北来说 就是比较少见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用台语较多 所以通常可能我讲完 我使用客语讲完话 然后可能我的对手演员会 欸 你讲完了吗这样子 其实就是要一直去看剧本 然后呢跟在 在那个什么 跟同学有时间的时候 就常常多听他在讲什么 变成就是我们变成是平常我们听的时候 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听得懂他念什么 可是变成就是我们在做这一出戏的时候 有些话我们听了不是很明白 我们变成就是要非常的专注去做 就是去盯场这件事情 那么这样这个表演呢 最后大家能够呈现出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刚刚提到母语的一个保存 也是我们需要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 所以三语共同演出的特色 恐怕也是在戏曲学院的公演当中才会看得到 那最特别的他还导入AI的技术 如何让AI的技术在舞台上呈现 特别是一个传统戏曲的表演当中 这次呢在AI技术的展现是魔镜幻化成真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会成立一个 这个AI研究的教育中心 我们希望导入的是呢 如何借由AI的技术 让我们各个科系的演出在舞台上的实践 能够被看到 要我们写程式很难 但是要我们搭配着AI来表演很容易 这个部分我们借重外面的专业人士的力量 希望我们在AI的舞台实践方面呢 从今年会跨出第一步 从森林七海人这一个剧就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当然会持续的更加发光发热 11月26日开幕演出 则是由戏曲音乐学系 带来梨园妙运奏辉煌 集结金句锣鼓曲牌 歌仔细组曲 客家八音笛等经典曲目 其中喇叭弦是日志时期 台湾特有的金属制 胡琴类擦弦乐器 与小乐队金胡精彩共鸣 让人耳目一新 这次喇叭弦的这个创作呢 它是把这个沉没了50多年的这个乐器 把它考古延伸出来 然后呢加上了这个金句的元素 那我们把那个杂美案的金句的经典的这个片段 结合在里面 那希望呈现给听众呢 融合耳目一新不同的感受 这个乐器呢 它基本上全部都是那个同质的 所以跟以往弦乐的木 乐器是木头不太一样 那它特殊的一个喇叭的结构呢 让声音非常的大声 也可以甚至不用加麦克风 都可以让听众呢 足够的听到这个富有一个独特 嗓音的这个色彩 因为像我刚刚说它是金属制的 所以它的音色出来会比较硬一点 就是会譬如说像人的个性 有些人的个性比较直接 那它出来的事情就是大概就是硬一点 那像二胡它是木材制造的 所以它的声音就比较柔和 我们这次演的这个作品呢 它是前面就是前面的慢版 后面的快版是纯契乐演奏的部分 那中间那一段就是拉包整的唱墙 《湖光三色》艺术季自2020年开办以来 已经迈入第五个年头 每年皆以传统艺术多元融合的文化精髓 和表演艺术魅力 展现汽曲学院学生长期深更勤练的成果 并将戏曲艺术融入社区文化 关于我们《湖光三色》的艺术季 确实是今年2024迈入第五年 那么当然是所有观众朋友 真的都不应该要错过 那除了是我们大学部 宣布学生的训练成果的展现之外 每年如何在传统戏曲文化当中 导入新的思维 时代的讯息 这当然是我们持续努力在前进的 今年的《森林七矮人》的演出呢 除了六系连演三个语言 国语台语客家化同台标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戏曲音乐学系 做了音乐的编创 以及现场的文武场 也让民俗技艺术学生 担任是魔幻精进展现特技的演出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舞台 灯光音响和场部 都是剧场艺术系学生来担纲 这样的六系连演的呈现呢 会是幻化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看到 《湖光山色艺术季》秋季公演五大主题 共计八场丰富艺术饗宴 演出期间为10月26日到11月30日 各项演出在开演前一个月开放线上免费锁票 欢迎民众上台湾系曲学院官网 艺文中心 《湖光山色艺术季》 网页及脸书查询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2024台北劳工影展11月1日登场 今年共有54部电影参加劳动金像奖 最后选出7部入围 以全程平权重新出发为主题 类型多元 剧情到纪录片一应俱全 台北市劳动局举办2024台北劳工影展展前开幕茶会 揭晓第18届劳动金像奖入围影片 内容让评审相当惊艳 除了能看到台湾劳动议题发生的影像工作者起居一堂 他们拍摄的作品也呈现台湾社会的缩影 以今年来说我们整个增建的活动的影片 就有高达50几部影片 包含短片和长片一起 那我们这次的劳工影展的部分 也特别感谢工会这边很用心的来做规划 所以我们特别的选出了11部的影片 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预计在11月的1号到7号 会在我们楼下 就是这个松山 松烟的文创园区的底下的成品电影院 来做播放 那在10月25号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到 这个应该是KKTV吧 KKTX 对不起我连这个字都念不太清楚 KKTX来做锁票 那基本上还是欢迎各位能够帮我一起宣传 来看这样好的一个电影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说我们这个电影真的是越来越有水准 特别像我们今年11部的影片里面 那其中就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 特别是我们这一个影展的代言 和我们王丽玲王导演所指导的复读青年 那这个电影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那里面的男主角吴康仁先生 也获得第六十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殊荣 而且我最近好像这两天才看到新闻 更男人可贵好像是我们这部片子即将代表马来西亚 去参加奥斯卡金像奖的万片的选择 非常非常多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勇气 能够找到我们的领导演来做我们的代言人 那同时他也是这一次的评审 所以各位就可想而知 我们的评审的团队 水准都是一级的 都绝对是一流的 那我想除此之外呢 那另外还有一部也蛮特别的片子 就是我的完美日常 是不是 好像叫我的完美日常 对 他就是这个艺索广司 所主演的 那同样这部片子呢 一所广司 他同样也得到了 坎城影展的最佳男演员的这样的一个奖项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选的影片都不是随便的 这提及确认都是有非常一定的水准影像 那但是呢 这个影片为什么选择这么样的不容易 是一方面 除了他要有一定的水准以外 而且这样的影片 还必须要跟我们劳动的议题相关 比如说我们关注的劳动的人权 我们关注的性别平等的议题 我们关注的有关移工的议题 我们关注的有关职场霸凌的议题等等 这些东西都在我们所选择的片子里面 能够融入在当中 本届共推出18部国内外影片类型多元 从剧情到纪录片以印剧全 其中包括票房破译的复读青年 影展还特别邀请导演王立凌 担任代言人和评审 我觉得透过这个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让观众关注以及理解 我觉得理解很重要 因为我们虽然有些问题 不是一天就马上可以解决 可是你们必须要去理解 提出关注 当然像复读我们提出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一个长久以来的 没有身份证的问题 那可是你必须要去提出关注的 然后让观众和什么单位再去重新理解的话 那他才能往前进一步去把这个事情 未来让它更好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影像是一个很有趣的美节题 它就是可以透过影像来讲很多的故事 其实有好几部的作品 其实蛮出动我本身的 可是因为在这样子一个 有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很残酷 因为它就活成真的把很多人的样子 就从影像里面就展露出来给大家看 但我也觉得有时候 劳工营长就未必是偏向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 比方说Lina 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 她至少展现了在这个移工 她在这边的过程是通过的幸福 至少有一个很爱无达的一个无助 之类这样子的 无论我希望继续有第十届 第十届 第十届 有序的一直有这样子的推动 那我觉得 在这篇图题上面 能看到这样的影响是幸福的事情 我本身为这个就是评审的代表 就来宣布一下入围名单 不过刚才主持人其实已经都介绍过今天出席的导演 基本上你们的作品就是入围的作品 不过我当然还是再完整地宣布一次 正面有七部作品 包括入围的长片跟短片 以及将会其中有一部影片会成为首讲 这里并没有特别分长短片或者是名次 他们分别是由著名导演的朋友顺朗 黄永康导演的留学生 主持人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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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佩琪導演的拖油 朱志杰導演的莉娜 劉淳宥導演的但偉忠的陰海 以及郭林峰導演《極樂世界我真的可以》 謝謝 今年的作品 還是一樣 有很多我們覺得實在是非常優秀 只能有欺負入圍 我們都覺得很遺憾 有很多遺珠難以割捨 我自己過去曾經有好幾年也是跟勞動局合作 辦勞工營營展 但是我當時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做這件事情 但這次就是作為一個評審 來看《極樂世界》的作品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 就是說能夠有這個很寶貴的機會 可以真的第一手的就是直接看到大家的作品 這是讓人非常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這些作品裡面 他有一些可能是 例如說有一些可能是學生的作品 他看起來很素朴 但是那個素朴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他鏡頭 他其實有一個非常強的動力 他想跟你說這個故事 那當然也有一些導演是非常精緻的紀錄片 劇情片 他透過這個角色的塑造 透過聲音 透過影像的效果 來讓你帶入那個角色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在看這些影片的時候 就是我會感受到的是 就是原來就是這個世界上 其實還有更多 其實是我們不知道 在這個社會這樣角落發生的事 那這些導演不管是透過紀錄片 或者是透過劇情片 來去呈現這個議題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一件事情 影展將從11月1號到7號 在成品電影院盛大放映 10月25號起可以透過網站進行鎖票 勞動局歡迎市民朋友一起關心勞動議題 並欣賞各國的勞動電影 記者温云郡台北報導 台北市為了要全面扶植 台北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台北市政府與文化內容策進院 簽署合作備忘錄 希望透過中央與地方的合作 共同為文化內容產業 提供更多資源和機會 台北市長角彎與文化內容策進院 董事長蔡佳俊 共同簽署合作一項書後 推動文創產業升級計畫正式啟動 來進行文化支援 角彎表示 台北市擁有最豐富的文化資源與發展機會 包括文化創意產業加速幾乎佔全台三分之一 超過兩萬家 營業額更逼近全台營業額的六成 達六千億元規模 期盼藉由與文策院的合作 可以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加成效果 為產業提供更多資源與機會 我們是全台灣各縣市擁有最多的文化資產 而且我們有生活文化體育 也有我敢保證 最豐沛相關文化或是文創領域的團隊以及人才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接下來 我們透過這樣的合作計畫 可以帶給更多文創團隊 以及這些企業更豐沛的資源 還有資金 以及帶來更多的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未來台北市 包括我們目前已經在給予輔導 補助的這些優秀團隊或文創人才 未來他們如果需要持續的成長 擴大規模 文策院這邊可以也給予下一步的協助 包括引進很多民間的投資 各方資源 就是希望讓我們優秀傑出的文創團隊 被各界看到 講完更宣布 今年就是台北市文化永續元年 希望協助好的文創團隊 成為台北市政治台灣 在國際舞台上最耀眼的一顆心 今天為宣示 今天為宣示是我們台北市文創永續元年 我們文創永續元年 從今天的重要簽署合作印象書里程碑開始 我們共同努力 我們希望接下來 我們可以再次集聚一堂 好好的為我們優秀的文創團隊 幫他們一把 讓他們成為台北市 甚至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耀眼的一顆心 文創院董事長 蔡佳俊強調這一次與台北市政府的合作範圍非常廣泛 期盼從投資行銷到人才培育等 聯手整合資源為產業提供更多機會 日前才帶隊參加釜山影展的蔡佳俊 也透露已經與許多大型國際娛樂公司洽談 預計明年還會有很多電影戲劇到台北拍片 那更實質的意義是我們跟很多韓國當地的一些大型的娛樂集團 電視台電影公司都有談了一些合作 那應該明年開始會有一些大型的一些韓國電影 或是美國電影 大概都會陸續來台灣這邊跟我們合作 接受文創院的投資 其實也可能我們也熱情邀請他們來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拍攝這樣 大概從明年開始就會陸續看到這些合作 台北市文化局長蔡思平這四個字概括 這一次與文創院的合作模式就是先補後投 由台北市政府先輔導補助相關文創業者 再由文創院扮演加速器角色 選擇由永續發展潛力的廠商進行投資 我們在那地方政府的台北市 我們先輔導補助 最後呢讓文創院在這裡面挑出他們覺得 可以做永續投資的廠商來做投資 所以一個先補一個後頭的概念 就銜接了我們整個活動的最基本的精神 台北市挖掘方面表示 113年度文創永續培育計畫 從其日起到10月31日為止 徵求潛力提案 只要在台北市立案 對台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永續發展有意願投入的文創團隊 都可以進行申請 期盼透過專業的輔導及投資機制 結合民間企業力量為文創產業注入新的活力 孕育永續發展的環境 文化未來共創台北正式啟動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基上核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基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針對金華城案 民進黨市議員許淑華計劃 再次在台北市議會提出停工聯署 台北市長蔣萬安回應表示 市府堅定依法行政 台北市金華城案持續延燒 針對台北市議員許淑華在議會提出停工聯署 台北市長蔣萬安受訪時表示 北市府的魄力就是堅定依法行政 他已經要求監管處不受理金華城提出施工勘驗的申請 這樣的做法也已經達到實質停工的效果 講完進一步說明金華城的施工進度表示 第二層樓板完工就必須報施工勘驗 這個立場非常清楚不會動搖 目前金華城其實它地下七層是原本就已經在 當然會要加一些機裝 那拆除地上層之後 目前它第一層已經完成 那接下來第二層 它接下來樓板完成必須要來報施工勘驗 我們就不准許 就不予受理 所以這個立場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就是一切依法行政 這是非常堅定的立場不會動搖 至於地方擔心停工後恐怕會出現公共安全問題 腳彎強調停止勘驗期間 北市府會依據建築法規要求起造人 承造人監造人都必須做到一切安全維護措施 確保工地安全及避免對周遭住戶產生影響 大家關注的這個 如果停止勘驗驗會不會有公安疑慮 會不會造成周邊出戶的影響 包括你剛剛提到 包括里長出戶等等 所以其實不管哪一個階段 任何時間 其實依照建築法規 城商都必須要負起 維持公地公共安全的責任 我們也會強力要求 他們要負起依法該負起的責任 記者張契騰台北報導 北投最大盛會 台北溫泉記憶10月30到11月3號 在新北投盛大登場 今年特別邀請 東北六大祭典之一的 山形花綠記 南陸市的聲波鬼泰谷等 演出團體 帶來特色舞蹈與吉星演出 一仙國小小朋友與華山小勤會 日本吳勇帶來花麗舞表演 為記者會揭開序幕 2024台北溫泉記即將登場 今年以山形花綠記 北投繽紛樂 月復古月時尚為主題 邀請東北六大祭典之一的 山形花綠記 南陸市聲波鬼泰谷等團體 帶來濃厚日本風情的特色舞蹈 還有即興演出 以及舞蹈教學等互動交流 讓遊客體驗原汁原味的日式風情 在山形縣米澤市的花綠舞團們 那今年呢他們將會派出超過60位的 花綠舞的表演者 一起來到我們北投這裡為我們做演出 那同時呢我們也邀請到了 山形縣南陸市的聲波鬼泰谷演出團體 它也是呢一個非常地方 具有地方特色的一個表演 那在在地呢 在山形縣南陸市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那他們也有自己的祭典 然後呢我們也另外邀請到了 從全球唯一的榻榻米樂器演奏的 蝶樂團 重新回到我們台北北投來做演出 那他們呢也會帶來我們榻榻米的DIY 以及其他各種DIY 來這裡給我們民眾做分享 我想最辛苦的就是每一年的溫泉季 我們都要繳盡腦筋 然後呢要想我們到底要辦什麼樣的活動 四年一次的撞神教那就不用想 那四年一次要搞就知道是要撞神教 但是呢在這四年當中的三年我到底要辦什麼活動 這個都讓我們非常的苦惱 然後今年呢我們邀請了將近兩百位的日本的好朋友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聖典 那我想這個活動呢 大家可以在電視影片上看到 他們是一個東北非常有名的祭典 那也因為我們今年的六月份 我們帶著我們的商圈去三行線交流對不對 那知識跟市長還有會長一口就答應了 所以他們也自己要編預算 因為他們也來了七八十位 台北很有特色的就是我們的北投的溫泉 那真的要跟大家分享 北投呢還榮獲了米其林綠色三星城鎮這樣的一個榮譽 因為我們有好的旅宿 好的商圈以及很好的觀光的資源 所以呢竟然可以 這真的是我們整個台灣的交友 大家贊不贊成來鼓掌一下 米其林綠色三星城鎮喔 非常了不起喔 還有呢也竟然可以被我們美國非常重要的福斯電視台 推薦為全球的最佳的旅遊景點 真的是欸 我都覺得這我們很台北的驕傲 台灣的榮耀 所以我們現在北投溫泉季 算行之多年 那剛剛有講到說 主持人有講泡明湯 想美食 想優惠 但這個想優惠要跟大家說 想優惠要搶優惠 因為呢 每年到這個時候 這個優惠券啊 常常就一掃而空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北投溫泉 想優惠 手腳要搶快一點 才會搶得到 那當然要非常謝謝我們整個協會呢 帶動我們整個的北投的觀光 所以我想這個公司協力最好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展現 大家也知道台灣的溫泉 北投是首創 而且是龍頭 那從北到南 那剛剛也特別提到 我們觀光署為了推展我們台灣的溫泉 我們每一年在九月開始 以台灣好湯去推動我們台灣的好觀光 那當然在座裡面 我們還要靠更多的我們溫泉飯店 還有我們在座的商圈 各個的一個產業 因為我想是要在大家 互相一起帶動 那當然也要我們講了 越在地越國際 那我們也看到 我們台北溫泉季 每一年都能夠串聯國際 從剛剛提到的去年的壯教 今年又看到了花力季 那達到國際的交流 除了來自日本的精彩演出之外 還集結近80家溫泉及美食業者 共享盛舉 讓民眾不用出國 就近來北投 就能享受豐富的溫泉美食之旅 那在活動期間 我們北投還有亞太的溫泉協會 準備了非常多的展攤 那今天我們很多的溫泉業者 都有到現場 那會在我們這次的台北溫泉季 作為販售 還有分享給所有的 喜歡我們北投溫泉的好朋友們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我們的愛心文創市集 那以及我們符人社的捐血淨源 還有乳房攝影的檢查 這一次呢 同樣都會在我們台北溫泉季的這五天內 來一起給我們的民眾參與 那在五天的活動上呢 我們還有找了許多在地的表演 那以及我們北投的一些國小國中 然後以及我們大學的一些色大的好朋友們 一起到我們現場的舞台上作為表演 也希望呢我們的民眾朋友呢 可以一起來支持 2024台北溫泉季將於10月30號到11月3號 在新北投盛大登場 溫泉季期間還安排新北投文化導覽服務 以及溫泉專車 眾多精彩活動 邀請民眾把握機會 一同來北投泡明湯 吃美食享優惠 感受北投溫泉文化的美麗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籌備的新國會智庫 邀請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國民黨前副主席郝龍斌 到現場出席記者會 未來會每兩個月就國內重要的公共議題 發布民調提供跨黨派的立委 問政參考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在立法院舉辦新國會智庫成立查會 邀請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前台北市長浩龍斌 到場出席立聽 並喊出國會立法民意優先 盼能夠藉由定期 就重大公共政策議題發布民調 探求真實民意作為國會立法依據 國會立法民意為先 今天很高興成立新國會智庫 那新國會智庫 其實我要講一點小小的淵源 這個跟在座我們一位 我敬重的前輩有關 今天我特別邀請到現場 我們的中國時報的社長 我們的龍斧天 龍社長 謝謝社長 其實我大概幾年前就跟龍社長討論過說 覺得我們現在應該需要一個專業的 政策民調中心 然後來對於所謂的我們的公共政策 乃至於國會立法審議法案 能夠提供快速即時的一個訊息 民調訊息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到底什麼樣的立法 什麼樣的政策 是符合民意的 所以經過多年的努力 今天終於成立了新國會智庫 那新國會智庫的運作 大概就是我們大概每兩個月 會發布一個政策民調 我可以跟各位直接預告 我們第一個政策民調 就是針對目前大法官 針對死刑的事件判決 那到底敵官民眾是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跟一般民調不一樣 就是我們除了先了解民眾對於死刑 以及對於大法官事件的一個態度 我們接下來還會來去問這個民眾 對於國會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來面對大法官這次的一個事件 所以就是希望能夠探求民意 對於我們接下來不管是在行使 所謂的立法權 還有預算審查權 乃至於人事同意權 都可以作為跨黨派的立委的參考 但是跨黨立委的參考 不只是提供國民黨 也包括提供民眾黨 還有包括提供民進黨 所以希望我們國會的立法能夠接近 新國會智庫未來將定行針對 國家重大政策跟相關立法問題 發布民意調查 結果作為國會立法跟政府施政的參考 我們看到現在民進黨經常 藉著側翼網軍帶領不實的風向 企圖影響媒體 民意越來越難被真切的發掘出來 並且傳播出去 尤其是在兩岸政策跟能源政策這兩方面 問題最為顯著跟嚴重 所以自強修這個時候成立新國會智庫 正是時候當然有必要 我非常肯定 相信透過公正客觀的民調數據 將可以反映民眾意見 並吸引更多人對公共議題的關注 打破民進黨所設下的一言堂 讓國會的立法更捏進民意 強化對行政權的監督 自強修曾經擔任我的發言人 跟總統府副名次長 他年輕有為 學士淵博經驗豐富 相佔中樞呢 是最得力的左右手 他進入立法院後問政用心 監督有力 獲得選民的高度肯定 相信在這樣的一位能成幹將的破壞之下 經國會智庫並能探求出 真正符合民意的政策 跟大家一起合作完成進步理性的立法 這個將來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 第一個民調要做的不是羅志強帥不帥 而是第一個要做的有關於對 這個廢死的態度 我覺得經過基隆的罷免案 也應該做一個調查 要做一個調查是台灣民眾 對這樣一個報復性的罷免 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 大家的態度是什麼 我有看到雅虎的民調出來 大概七成的民眾是非常支持修法 另外有十幾%是相當支持 一個非常支持相當支持 等於是這兩個加起來已經八成五以上 民眾都是看不過去 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透過民意的一個調查 讓這個民意的力量展現出來 未來很多的公共政策修法都是透過民意的力量 那我們謝謝志強成立這個智庫 那我相信也會結合我們國民黨的中央的智庫 以及我們很多的朋友各地的智庫們 我們都叫他是大智庫 這個大智庫的觀念就是匯集各界的力量 然後我們把民意展現出來 把社會的力量展現出來 把學界專業界的力量展現出來 其實我認得志強大概是在座所有人員最緊 包括馬龍龍在內 志強在當初我認得他生死 一個時候他一個人在高雄成立一個藝人電台 在那裡為了他的理念打拼的時候 我們認得他 那時候我也接受過他的訪問 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 志強是一個有理念有戰力 而且願意全力以赴的人 那今天看到這麼多我們各黨各派的立委在這裡 我也真正體會到志強的好人員 所以他成立這樣一個智庫 以他自己過去就是任何事情做事認真 而且接地氣全力打拼這樣的一個精神 我相信未來這個智庫 絕對可以發揮非常大 不僅是羅志強問政的效果 以他的好人員 我相信他也會非常樂意 跟國民黨民眾黨的好朋友們分享他的問政結果 因為我始終相信一件事情 兩岸不和解 藍綠不和解 再也不合作 台灣沒有希望 那今天兩岸要和解 我們必須要找到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約數是什麼 中華民國嘛 就是對岸要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戰 而台灣這邊我們要把中華民國實質 到底中華民國代表的意義什麼弄清楚 那藍綠要和解 很簡單 就是所有人要放下意識形態之間的束縛 我們在要求賴清德放下意識形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放下意識形態 那我們來歷之間最大的共識是什麼 台灣維持現狀 所以我們任何事情對於維持現狀有幫助的 我們就去做 任何事情對於維持現狀沒有幫助的 我們就不要去做 民眾黨黨團也有人獻聲祝賀 道場人相信新國會智庫能針對重要議題 藉由民調方式深入了解台灣人民的想法 成為重要政策的依據 記者文君 台北不到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盒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市長謝國良前往越梅路跟愛奇路 由土石流災情的地方進行會刊解決 災後復原持續進行 基隆市長謝國良首先前往信義區 越梅路316項的東璇宮一帶會刊 與居民交換意見 重點是先清出道路 上下都用逼的 沒有用走的 他不能走啊 只是我是講說 你們趕快 弄一橋橋 不是橋啦 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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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已經在搶了 因為他在投怎麼啦 時間的過程中比較困難 我這裡的車你看看 我這台丟到而已 村都沒有丟 有啊 這要先穿我們有補助 有啦 有啦 這你的車好 我這車的車啦 我沒可能 摘下來在這裡的好車 整個天因為他在土太暖 他剛才土到大的時候 都很厲害做 所以這幾天 好天氣就開始穿了 好像這幾天好天氣也沒那麼多 下下雨停止 有來 六日聽說又要下雨 現在都陸陸繼續有在做 但是不敢太大 大陸 不能歐太大人 歐太大人 你太大人就越來 因為今天這個施工人員 對嘛 你第一點齁 現在的工人 他也是他的工具就一樣 其實我們都用自己的辦理店來做 謝謝 謝謝 你們這邊處理的我們都給你們 擺得很乾淨 我們現在第一點 不然剛才有跟市長報告過 先按這個土 穿開 跟這個農 放一個便的道 給你處理 好嗎 電道可能讓你比較方便 先讓你處理方便 這條路要穿到頂頭去 可能要等不到時間 因為我 差不多 如果是好日的工作天 算了 要差不多幾天 頂多是 差不多十天上下 盡量比較快 好嗎 因為你這個出口 車在背 擋車在背 這張聽你完畢一下 我們盡量處理好嗎 你讓你完畢 一張也來關心 我們要把他衝通 如果上來的話 那些車子是不是要 對 我們要拜託一下 他們會 我公開 不過產主義 他們有主動說要過來 會看一百四 對啊 氣功所有跟他們約好 你算是分短程跟中程的 跟中央爭取 還是要繼續走 對對 你剛剛我們做檢查 對對 那個會 他會繼續走 對啊 這個部分 可能到時候 請他的水保計師 在等幾天好天氣 我們幫大家 持續去用這個 好嗎 好 好 辛苦了 不會啦 不會 大家都辛苦了 好 不就先這樣 好嗎 你上面有什麼事 你再跟我們 處長一起說 好 好 一組 一組 不會不會 謝謝 好 不就先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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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市長也前往關心仁愛區愛七路 43號到47號後方的坡地崩塌 沒有人工繁肥的話 即使 我們也請了 他們也有親了 然後有請國軍親了 可是還是有限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自動廠商跟 現在還是安置的嗎 沒有沒有安置 已經回來了 對已經回來 這邊的住戶已經回來 所以在房子裡面的水 我們已經都把它弄出來 水路 土石也都出來了 那後面的 剩下後面的 可能還要 後面的一些土石 對還很多 還很多 對 我們從這一戶 其實我們從這一戶看 就可以看到 好我們去看一下 小心小心小心 要從這邊走過去 這邊就看得到 好 我不要看門場 由於部分土地全署 侵涉到國產署 林業署等中央機關 市長謝國良表示 將會持續協調中央 協助災後復原 確保邊坡能夠做好穩固工作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基隆報導 另外正義路二項的 中正山莊 發生了邊坡貪坊 目前持續清理土石 為了要加速災後復原的進度 市議員張厚瀚 有請各單位 進行現場會刊 釐清全責 挖土機持續清理土石 畫面上是中正區 正義路二項的 中正山莊大門口 日前山土而颱風來襲 造成社區旁的 邊坡土石貪坊造成災情 由於正值東北季風經常下雨 社區居民希望能 儘速處理好邊坡的問題 避免又有土石滑落 市議員張浩瀚相當重視這個問題 特地邀請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要求各權責單位 儘速協助災後復原 社區門口這些貪方的部分 因為其實經歷了快兩個禮拜 我們也感謝市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助 特別感謝說今天張議員能夠來 整合所有的項目 因為之前都是片段片段的在做 很多重馬車我們也不知道說 怎麼樣去跟哪一個單位去反應 要來請他們協助這些狀況 以至於拖到兩週都還沒有結束 那也真的很謝謝張議員 今天能夠幫我們把相關的單位 全部都找起來 然後一起來做整個的評估 整個後續的這些修復 那其實對我們社區的居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個社區現在來講 年紀是比較長一些 所以像這些的狀況出入 對他們來講都有一定的危險 這個地方的全署其實牽扯到 非常的一個廣泛 包含的國產署 包含自在水公司 以及社區跟區公所相關的管轄範圍 所以今天特別來邀請相關的單位 到建廠來進行實地的一個勘察 那目前我們其實已經要求 區公所在這個土石清完畢之後 先簡單的進行沙包囤滯的一個工作 那國產署也會在近日趕快進場 來進行所謂的帆布覆蓋 那希望說這個災害不要再進行擴大 那目前我們也邀請了產發處 跟相關的一個水保祭司 預計在下週的時候 會到現場來實際來確定說 這個邊坡整體的一個穩固安全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請相關的單位 進行相關邊坡修復的一個評估 那希望儘快把這個邊坡能夠 把它維護起來 那避免這個災害的一個擴大 導致居民的一個生家財產的一個安全 由於中正山莊有許多居民 都要從這個路口進出 社區民眾期盼家園環境 能夠早日恢復 讓他們能夠正常生活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 舊深澳國小15年前廢校 荒廢至今 有民眾指出 學校遭遊民佔據 成了治安隱憂 而這一次颱風來襲 學校邊坡發生的土石流 泥水全部沖進下方 深澳坑路109巷的民宅 一起來關心 荒廢的山澳國小 教室已經成了廢墟 木桌椅都已經毀壞 柵欄倒塌 甚至角落成了街友暫時的居所 除了你還有別人 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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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街友 把舊校區 當成自己的家 住下來 角落處一看 還有焚燒物品痕跡 加上夏天蚊蟲 環境衛生 和社會治安 都是以憂 它會在裡面燒東西 那也是造很多的垃圾 環境髒亂之外 附近的交通死角 也造成很多居民的困擾 這裡是基隆市 商澳國小前生 15年前 簽到新校區之後 舊校區 原本打算 改為基隆市 第二身障中心 但因為地形落差大 不方便是讓朋友進出 加上蚊子審議等因素 遲遲沒有動工 這裡荒廢十幾年 就怕成了治安石角 居民們紛紛期盼 早日拆除 流浪漢的情況 還有就是我們的蚊蟲 尤其我們的蛇 那之前也有跑到我們 鄰近的住家 那包含說貓啊 或者是一些動物 那影響了整體的環境 那非常的大 依照市域在議會 日前總質詢的建議 那先行拆除 那拆除後的話 市域也建議 希望可以暫時的 先坐停車 跟里民休憩的空間 來做使用 那後續未來的話 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 聯合的里民活動中心 還有就是 就是複合式的 我們的活動空間 運動空間 包括停車空間 也是在地 非常需要的項目 校綱里的里長 我們的建議是 用於我們在地的里民身上 那我們希望說 因為校綱里其實是沒有 活動中心的 那因為他們的活動中心 是在和船上其實相較下 比較危險 那我們希望說能 就是 建造活動中心 讓里民有更多的活動空間 現在目前 因為這個地方 各界有不同很多的期待 那除了我們自己 在生長方面的一些 可能未來會考慮做 就是機構 或者是其他的生長的 一個服務以外 那也會就是看看 是不是居民這些相關的需求 是什麼 所以我們未來會委託一個 就是 針對於這一個地方 要做什麼樣子的一個規劃 會再另外進行一個 就是委託專業團隊的一個部分 來辦理 經過市議員和里長積極會堪 市任符文官局 9月18日到現場評估 舊校舍不具有文資身分 社會處表示 順利的話 您以前渴望上網招標 將舊大樓拆除 記者 黃少鳴介紹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前提早 不停 我們來不停 衛生的 發生的 人 總統 請 您 請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OK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